为什么说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是这座东奥之城的新名片 说起张家口的历史名片 便不得不提中国铁路史的源头京张铁路 京张铁路由詹天佑设计并主持修建 是我国第一条自建干线铁路 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 京张铁路张家口老车站停运后 为留存城市历史记忆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张家口市桥东区于近年开始逐步保护 利用京张铁路张家口断旧址资源 并建设京张铁路文化旅游区 其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便是项目一期工程的产物 正成为张家口这座东奥之城的新名片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南口段 近临京张铁路百年老车站 由三条带状绿地组成 呈京张铁路人自行架构 公园总面积11.3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9万平方米 园内种植花卉地备近百种 京张铁路穿原而过 铁轨枕木的历史基里 与张家口工业文明外络 在这里交汇对话 公园已传承张原历史文化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主题 通过京张铁路文化区等五大景区 小蛮腰灯光塔等八大景观 及近80件工业 交通运输业的老物件 讲述塞外山城的前世今生 展望东奥之城的美好未来 目前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已成为张家口市地标性建筑 日军接待本地及全国各地游客近满人次 先后多次获平省及国家级园林风景 人居环境大奖赵少甫整理